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是上涨了0.7% 一股做气爬上了5760点的高度 目前澳洲200明显就是要冲击5800点高度 那中国方面昨天也是终于是成功的爬上了3200点大关 上阵指数是上涨0.62% 收盘收在3216点 深圳方面上涨是0.83% 收盘也是超过了10270点以上 英国 法国 德国同样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 但是涨幅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 最多的上涨1.2% 少的上涨0.3% 那在其他方面的美国方面的美国指数是继续刷强 而且是再创新高 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了目前最高价格 大约是20412点的高度 超过20,000点的足足有400点之多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上涨而出现了下跌 而石油价格则目前在昨天是下跌1.6% 重新是跌回到52美元左右 那在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主要来聊一聊的就是 在前几天我们说的是经济 那么今天再来说说单个产品的走势 那我们知道在上周以及在前几天 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这个心理交易心理 以及市场的大的方向 那回头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单个产品和具体的情况 我们知道从目前情况来看 外汇市场指数产品以及商品期货价格里面 哪个市场最火呢 毫无疑问 既不是外汇又不是黄金 最火的现在是之前非常难得的一个指数产品 或者叫做股票指数 或者叫做股指期货 都可以说 我们知道呢 你这个股市啊 特别是亚洲盘呢 在去年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但是呢 我也在上周说到 香港恒生指数从2017年的1月1号 到现在短短不到40天时间 涨幅是高达了10%以上 中国的上证指数呢 也从3100点呢 目前是连涨4天 重新是爬上了3200点大关 那应该说呢 现在那更不要说日本了 日本指数现在也是创下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说呢 在欧美股市 在特别是美国 在去年屡屡创新高之下呢 亚洲盘 在从今年开始呢 也是走势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说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 这个市场的热门产品呢 已经从我们之前传统的外汇和黄金 切换到了呢 这个指数产品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指数产品 我们知道啊 我们不同的投资者呢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通常都会首先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产品 那这个呢 也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我们做产品或者选择产品 尽量挑选自己熟悉的 如果我们做外贸 可能我们对外汇比较熟一些 我们之前做股票 可能对指数相对于了解一些 所以说呢 在我们从一开始 大家都是小白的时候呢 来挑选一个首先尝试的产品 首先尽量选择呢 与你平时生活里面有所交集 或者是有所重复的那些产品 你热爱股票的就选指数 关心澳元的就选外汇 或者说呢 你觉得人民币会下跌 选择需要保值的 那么就选美元或者是黄金 所以说 在选定了这些与自己呢 平时相对来说 比较熟悉的产品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进行测试 再进行尝试 等等一系列其他的行为 那这个如何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这个市场热点来进行挂钩呢 我们知道你选择的产品 虽然有的时候你是熟悉的 但是呢 它不可能全年啊 12个月都会有行情有走势 很多时候呢 都处在这个等待 或者叫做折服期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那些呢 在市场上近期是热点产品 或者是啊 这个行情比较好的产品 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产品 之前是比较陌生 没有从事交易过的话 那我本人还是比较建议呢 大家从零开始啊 尽量呢 以小的资金 小的仓位 先进行测试 先进行尝试啊 在通过之后 或者说在测试经过之后呢 我们再去逐步加大 也就是说 从开始的时候 你在接触和尝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了 想象成能够轻易赚钱的工具 在测试和尝试阶段 你不但你是赚不到钱 而且很有可能 还会有所亏损 因此呢 在初期 我们一定要以少部分的资金 先做一些尝试 之后的话呢 当你熟悉 了解这个产品的习性和秉性之后 我们不妨呢 再去把仓位加大 也不迟 那么刚才说到的呢 是这个热门产品里面 说到了亚洲盘 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 方面的道琼斯指数 已经创下它历史新高 这时候我们再去追加的话呢 理论上也是可以 但是相对 仓位要减轻一些 但今天呢 我再一次跟大家说到的呢 是现在的香港恒生指数 以及呢 中国的A50产品 这两个产品的价格呢 分别已经接近 或者呢 已经达到了去年的最高价 所以说 特别是香港的恒生指数 虽然是在过去一个月 是连涨了10% 未来有可能会有所回调 但是呢 我们非常相信它 它目前价格已经逼近了 去年的最高价 大约是在 这个 我看一下 大约是在24000点附近 如果它能够一股做气 冲上24000点 那么应该来说 香港的恒生指数 还会有更大的涨幅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呢 香港恒生指数很大 这次的很大一波的资金来源 是来自于目前的 护港通和深港通 国内大部分资金 在没有产品 可以选择的基础情况之下 只能南下去香港的股市 在不需要换汇的情况之下呢 依然可以使用人民币来投资香港 这个呢 也是目前推动香港股市 一路猛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刚才说到了香港之后呢 我们也要说到中国的A股 由于呢 我们在海外投资者无法操作A股 只能通过购买A50指数 来间接的投资A股 那么A50指数呢 刚才也说到 它目前呢 是再一次达到了1月的最高点 如果目前的价格能够有所突破 再往上只要那么一点点 冲破了1月30号的最高价 那么中国的A50指数呢 也将再一次尝试冲击去年的最高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才就是我们说到的 今天的这个具体的指数产品的走势 那么另外呢 投资者今天还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是在今天的下午晚上8点钟的时候 8点30分 英国会出台他们的通胀数据 再到晚上12点30分的时候呢 美国会有PPI 以及呢 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呢 美联储主席也会发布讲话 因此在今天晚上 特别是到了美联储主席讲话时间 对于整一个金融市场来说 波动应该会比较之剧烈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